早上好,欢迎回到6月20号的百格晨报,我是敏和 我们都知道,敦马哈迪想要扳倒纳吉的决心 从过去到现在,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 509成功让纳吉垮台之后 敦马哈迪现在向路透社公开谈论 YMDB丑闻案的进展的时候 更可以看到他要将纳吉绳之以法的意志 今天至少有三家的报纸头版 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有关的报道 首先,在马来报的每日新闻 从调查团队角度凸显案件的谨慎周密 并且指出在近几个月展开第一波逮捕 预料年尾将上庭开审 新海峡时报在大标题用了完美方案的字眼 指出调查单位从多个罪状来提控 涉嫌欺骗挪用数十亿公款的主谋 新报也类似相同的角度 不过报道中就指出 由于纳吉在许多文件上留下了签名 但是他的夫人罗斯玛没有签署任何文件 比较难被调查 而新州的同伴新闻关注了今天的内阁会议 即将完整公布内阁名单 根据新州日报的叹息 所有准部长人选已经在前天接到首相署通知 咨询他们是否同意接受委任 而首相署昨天已经把完整的内阁名单 承交给西蒙最高领导层进行最后审核 并且承交给国家元首预准 在即将公布的内阁名单之中 公正党占了大多数 预料增加三到四个人 包括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 西蒙总秘书赛夫丁阿都拉 以及副主席塞维尔都有望入阁 行动党也会在天两到三位 预料都是华裔部长 任门人选包括沙州主席张建仁 副秘书长郭肃庆 和巴基里国会议员杨美盈 而在竞选期间打部长牌的 霹雳州主席尼可敏 可能受委副部长 至于土团党和诚信党 预料增加最多两位 诚信党宣传主任卡丽沙默 和诚信党副主席穆扎西 据说都已经接到首相署的通知 而土团党青年团长塞沙迪 也是热门的人选之一 另外马华在国会的唯一代表 熟理总会长魏家祥 也促勤首相敦马哈迪 尽快宣布完整的内阁阵容 以方便后座议员和反对党议员 如期呈上国会提问 他在脸书贴文说到 自己已经准备好提问 呈交给国会秘书 但是因为内阁阵容还不完整 他不能马上提成 换个焦点 在第14届全国大选之后 一个月内 公积金局在10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资 亏损了12% 或蒸发60亿9千万令吉 根据财经周刊The Edge报道 公积金局在有关10家公司的投资 总值512亿1000万令吉 现在下降到了451亿2000万令吉 这些上市公司就包括了 马资源 金物大 马电讯 亚同集团 国能和联昌集团等等 针对公积金局蒸发了60亿令吉 财政部长林冠英表示说 需要看完报告之后 才可以作出回应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